大家好,我是林斯碧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最近我写了一篇全支付跟全支付合作 他们的邀稿 所以我写了一篇介绍全支付的文章 我在好多餐厅 好多便利商店 当然除了Lawson之外 大家知道Lawson 目前台湾的三家都不能 都不能用 虽然Lawson有配配的字样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三间现在都会失败 没有办法支援 可能还有一些技术问题要克服 那其他我几乎没有失败过 这一路以来 我不管是我三种都有测试 玉山全支付接口 我都有测试 几乎都成功 那可是我就发现有一些网友 就留言说 我这次反而是全支付 我几乎都失败 或是说什么 我第一次成功后来就失败 结果我转成接口比较好 就有各式各样的反应 那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个 就是这次文章里我还没有写的 我会琢磨一下 然后再把它加上去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天差地远的体验 我这次真的 我记忆里除了Lawson之外 Lawson大家都知道会碰壁 我还用不同的几副方式去刷过了 Lawson真的现在不行 不要再去碰壁了 我知道大家很爱去Lawson 那其他我的印象里 我用全支付只有失败过一次 其他大概超过十次 全部都是成功的 所以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我唯一失败的一次 是在奈良的大河鲁内餐厅 早餐要付钱的时候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可能是店家是一个新人 然后他好像不太熟悉 这个给付要用PayPay的话 该启动什么程式 然后那时候网络好像不太顺 那后来我PayPay不行 他叫不出来 然后他就说好 那他用信用卡 他信用卡还是不行 反正我后来赶时间 我就直接付现金了 这是唯一一次失败的 我的印象里 那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常常失败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觉得这种给付方式 是需要保持上网的状态的 跟信用卡不一样 信用卡拿出来刷 那就直接不需要上网 不是要保持上网状态 直接就刷了 那可是Apple Pay应该也要 也需要保持上网状态 那像是我刚刚还漏讲了 一种支付方式叫做交通卡 交通IC卡 存在你的Apple Pay里面 交通卡 交通卡不需要上网 就可以用 你们知道吗 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晶片卡 我这次有测试 就是我的iPhone没有电了 我还是可以进出车站 然后我还是可以用我的 SY卡里面的金额 因为它就是个晶片卡而已 它其实是不需要电的 你想想看你的IC卡 是没有通电的 对吧 所以这很有趣 不需要电 也不需要保持上网状态 就可以支付的 的电子钱包 很有趣吧 那可是 假如是Apple Pay的话 你就是你的信用卡 绑在你的iPhone里面 然后还有这个PayPay 支援PayPay的 这几个支付方式 都需要保持上网状态 所以跟你当时的网速 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假如你处在的地方 不管是太乡下了 或是在地下室 那个网络收讯不好的地方 就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失败 那另外我觉得 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买的是一些 比较品质 参差不齐的 上网卡 比方说 那也许就会让他 这个给付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困难 这是我想到的 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也许是更常见的 就是 我自己也有发现到 就是全支付 特别在我去的 前一两周 他们App有点问题 那他们会 因为你去日本 开始用的时候 那个App要抓到 你在日本 他要转成日本模式 才可以开始用 那可是 发现一个问题 那他会自动 转回台湾来 这个目前还不太确定 是什么问题 有人说好像 跟你使用的Sync塔 会有关系 他会自动跳回来 那所以有些朋友 可能没有发现 他已经跳回台湾了 所以还拿出来刷 然后他就会失败 那这里有一个 注意的方式 就是你拿出 QR Code的时候 请注意 全支付的QR Code 中间 应该会有一个 红底白字的Pay PayPay的那个Pay 红底白字 它的Logo 这个才是 支援PayPay的 日本模式 那你假如 被切回台湾了 中间就不会有 那个字 所以这个应该 还蛮简单的 我觉得有部分的人 一直刷失败 可能是这两个原因 这个是我之前 没有讲的 所以在这里 跟大家补充一下 好 其他关于全支配的 比较细项的东西 我想大家去看文章 假如你看完文章 还有问题 那在脸书再发问 可是我相信文章 应该已经很完整了 我个人觉得 在日本使用 全支付这样子的 支付工具 有以下五个优点 那我来分别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PayPay 是日本最普及的 支付方式 除了现金之外 而且它现在 已经可以反扫了 就是完全已经几乎 完全可以支援了 那疫情之后 再到日本 我就发现 不管去到日本哪里 除了现金之外 PayPay几乎是日本 最普及的支付方式 没有之一 这个我在去年 第一次发生这个消息的时候 那一集其实有详细 跟大家报告过 他趁着疫情期间 如何串起的 然后他的市占率 比第二名赢的 不只是一点点 不只是都市 乡下地方也一样 感受非常的明显 那可惜 一开始在2023年10月 那接口跟玉山 Wallet 一开放支援的时候 当时还只支援 正少 就是要少有QR Code 在店头的店家 因此不是非常普及 没有办法让大家感受到 方便性 那可是2024年2月29号开始 在日本 PayPay终于可以反扫 那这个时候才上路的全支付 还有前面两间 大家都一起开始可以支援 那等于就是再多开通 数百万间 可以用PayPay的通路 那我这次就是从3月 待到4月 待了30天 完全感受到PayPay 普及的程度 几乎都不需要拿现金出来 少得不亦乐乎 好那第二个优点 每一笔都支 每一个支 对不起 重新录 卡掉 卡掉 第二个优点是 每一笔支付都有回馈 那而且现在在5月底前 活动期间最高可以30%回馈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点数 是及时产生的 那现在明显是在推广的期间 我想可以说是这种支付方式的 战国时代 那每一家都推出活动 想要抢下这个商机 因此可以趁这个时候多多利用 而且我觉得相比于信用卡 这种支付方式 其实申请没什么门槛 就是你去申请个APP download下来 就这么简单 信用卡麻烦嘛 那反正QR Code支付方式 跟信用卡不一样 申请简单 没有门槛 很快就下来 那全支付我最喜欢它的 是它的点数回馈 是直接产生 及时扣底 不需要等到下个月 一全点就是台币一元 你甚至 我有测试成功 你可以直接在下一笔消费 就把产生的全点折掉 另外两间的加码的部分 都要下个月才会入账 比较没有这样的爽快感 那第三个是跨境 免1.5%的手续费 这是相对于信用卡消费而言 信用卡会有一个 1.5%的海外交易手续费 因此在比较 这两种支付方式的回馈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会在 行动支付这边 加上1.5%来考虑 那当然你要把信用卡 那边减掉1.5% 也可以啦 这样他们就是基准就一样了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讨论信用卡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 会加1.5% 对不起 应该不是这样讲 就是我们在讲 比方说集合卡 以前是5% 那事实上 它其实还要扣掉 1.5%的交易手续费 所以它实际上 其实是3.5% 那你要把那边减掉 或是在行动支付这边 加1.5% 其实都可以啦 反正我们现在通常就是 在行动支付这边 加1.5% 让他们可以 在同一个比较基准 那这个在双币卡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双币卡 就没有海外交易手续费 它没有这个换汇的过程 然后它是直接扣你的日币 所以双币卡也会有这样的好处 那另外呢 如果你的信用卡是Visa 或是Mastercard 那在日本还是有可能会 物财DCC动态货币 转换的陷阱 付出更多的手续费 比1.5%更高的 这个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 跟大家讲过了 那这其实都是使用信用卡的风险 好那第四点 关于汇率 很多人会问 那到底哪一种支付方式换汇 比较划算 我要说这个比较其实很困难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 产生汇率转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是非常难比较的 因为它加进时间的因素 那比方说 你假如是很传统的 你是去日本之前 你要先去银行 把现钞 日币现钞换出来 那一般来说换出现钞用的是 比较差的 这个所谓的银行提供我们的现金卖汇 那全支付是用当日显示的 集期卖汇 集期会比现金好一点 那这一点就比换现金划算 那当然假如你是银行的VIP 或是有特别的卡种 是特别的卡有 你可能可以WAVE掉这个 就是现金换出来的手续费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那只是general来说 通常会比你换现金去日本用划算 除非你去日本的时候 日币又一口气大涨上来 那就很倒霉 那就是你之前去换的日币反而比较低的话 那当然就是这种情形 所以我跟你说 这是很难比较 你要看去的时候 到底跟你当时换日币的时候 汇率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另外 这个少使用现金 是疫情后 在日本的一个很大的趋势 因为现金的交换 可能会有一些病毒或细菌的传播 减少这样的传播 免用现金 免找零 那日本疫情后 我就发现 常常有这样子的自住结账的柜台 或是有一些商家就 会有一个cashless 没有现金 无现金交易 就是一定都要用信用卡 或是这样子的QR Code 才能让你交易 反而现金是不行的 那免用现金 免找零 当然蛮方便的 不会剩下一堆零钱 不知道要怎么办 好 第五点 账户有多少 刷多少 避免过度消费 或是影响信用 跟刷卡这样子的支付方式相比 刷卡的好处是 信用卡有他自己的活动 那就不赘述了 当然也有一些他的这个回馈等等的 那信用卡还有一个延迟还款的好处 你现在消费 下个月 他一个礼拜后清款 然后下个月你才需要付费 所以有一个延迟还款的好处 可是这个好处也是坏处 他为什么要叫信用卡 就是你一定要准时还钱 那你延迟一天两天还钱 其实就会影响你的信用 这个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 年轻人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件事 等到你年纪比较大 可能想要贷款 你就发现 我以前累积的信用不太好 是会影响到你的整个跟银行借钱的这件事情 那信用卡有可能因为不小心刷了太多金额 超过自己能够合理负担的范围 那如果你未来还在还款上有所迟延 影响到个人未来的金融信用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可是目前台湾这三种支付方式 他在日本支援PayPay 他只能扣台币 账户 当然那个玉山wallet是可以绑信用卡 这是他目前是唯一可以绑信用卡的 可是他也只是 也是扣台币 所以那个有延迟还款 那可是像是全支付跟接口 目前都只能绑台币账户 你台币账户里有多少钱 你就只能刷多少钱 万一你存的钱不够 就不能一直刷下去 那存多少 花多少 所以你可以有效控制自己的消费 你就想好了 我这一次去日本 我的旅游基金存在我的绑权支付的银行里 我就存个台币五万 刷到五万就没了 所以可以有效控制自己的消费 也不会有影响信用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用全支付 目前看起来的五个好处 分享给大家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Ruby卡库有说 记得去确认一下接口币 有没有5月31号到9号 这又是另外一个接口跟全支付不一样的地方 接口币是有期限的 可是全支付的那个回馈的币 我记得应该是没有期限的 这个是他另外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是 目前的这么阿里布达的各种回馈 最干脆的我觉得就是全支付 因为他是当天马上产生 马上就扣掉 然后产生的这个全币 你马上可以在下一笔的消费 把它折掉 你要的话 而且他其实也没有使用期限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干脆的地方 那玉山wallet支付 我有用嘛 他是要下个月才知道的 然后我今天谈论的 不管是Cube 信用卡几乎都是下个月才会回来的 就是比较不干脆 你没有办法马上就看到 所以有事后要回来追的问题 谢谢大家